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那甲子二号房中坐着的又是何人 大长老似乎不是挺待见他们的模样 这希望的老夫要了 良玉 公孙良不急不许地说道 哗 大厅内舞者再一次哗然起来 不但是因为公孙良竟然会出手参与镜拍 而且一家家便是如此恐怖 竟直接从一亿一千万提升到了两亿 众人不禁在心中感慨 不愧是子兴大长老啊 身上的财富只怕是普通舞者几百倍都花不完的 两亿一千万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甲子二号房中那先前出嫁的人竟再一次跟上了 三亿 公孙良冷哼一声 三亿一千万 五亿 所有人都表情呆滞起来 瞪大了眼珠子 侧耳倾听这甲子号两间包房里 此起彼落的竞价声 就连阳开也是眉头紧皱露出古怪的神色 虽说虚王丹价值巨大 但是五亿圣经这个价钱是不是有些太不合理了 而且以公孙良的修为境界来说 这虚王丹对他根本没什么用处 即便他想买来给自家的后备使用 也不至于投入这么大的本钱吧 迎开一头雾水 公孙良五亿圣经一出 那甲子二号房中的竞价声顿时压火 似乎有些跟不上节奏的感觉 此时此刻 甲子二号房中 子无极面色阴沉地凝视着公孙良所在的方向 一只手捏在仪柄上 那弹木制的仪柄已经被捏为祭粉了 站在他身边的祭君 也是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二公子 这老匹夫绝对是故意的 祭君愤愤地嚷道 本公子又不是傻子 怎会不知道这一点 子无极咬着牙 我就说他这样的人 怎么会忽然现身通天拍卖行 原来是故意来跟本公子捣乱来了 这老匹夫可真有闲心啊 祭君阴冷着连道 这老匹夫定是唯恐公子你成长起来 所以才这般阴险阻扰 总有一天本公子要让他付出代价 子无极暗暗发狠 五亿天价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他虽然是子兴二公子 但因为一直无权无视 桃光养晦 所以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彩礼 子兴中的一切资云 都是倾向于他大哥子东来的 若非最近两年来 子龙和子东来下落不明 他也不会展露头角 而是会选择继续隐忍下去 想要与公孙梁对抗 没有强大的实力是不行的 所以这虚王丹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了 若是能借助丹药之力 在短时间内突破到虚王境的话 他就会多一份本钱 虚王丹连他都无法轻易得到 沉思一阵子无疾并没有退缩 而是一咬牙道 六亿 六亿圣经已是他的底线 也是他如今能够拿出来的最大数量了 若是公孙梁再加价的话 他就只能忍痛放弃 不出所料 公孙梁并没有卖他的面子的意思 而是悠哉悠哉的寒道 十亿 那口气说出来的仿佛不是十亿 而是十万一百万那么随意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面色变了变 就连站在拍卖台上 一直面含微笑的黎诺 也不禁皱了下戴霉 心中隐隐有些不妙的感觉 十 十亿啊 台下舞者惊呼起来 不是吧 我没听错 大长老刚才喊了十亿 我也以为我自己听错了 怎么会是这么高的价钱 不错 虚王丹固然贵重 也不可能卖出十亿天价呀 上次荣原拍卖行 拍出一枚虚王丹 也才只有五亿八而已 不愧是大长老啊 财力凶厚 十亿算个屁 底下众说纷纭 不过也有心思敏锐着 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苗头 公孙良如此奔放的家家 显然是在跟甲子二号房里的人 变苗头 可就算变苗头 也不至于不拿几亿圣经当回事吧 冯孙良 你是在故意捣乱吗 甲子二号房中 几军忍无可忍 不禁怒吓一声 哄 场内再次沸腾 都震恶地朝甲子二号房里望去 不知道到底是何人如此大胆 竟敢直呼大长老名讳 一场原本平淡无奇的拍卖会 因为这接二连三的变故 变得风云诡计起来 一种危险的气息 正在弥漫整个拍卖场 台上 黎诺的手心都出了汗水 眉毛里隐隐有些不安的神色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公孙良竟没有动怒 反而笑呵呵地说道 季军 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本长老看上了这里虚王灯 出口竞价 有何不妥 有何不妥 你自己心里清楚 季军冷哼道 即便你是紫星大长老 十亿圣经也不是能随便拿出来的 好 你现在既然已经出嫁 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支付 黎诺姑娘 老妇怀疑公孙良胡乱报价 而且她根本没有能力兑现十亿圣经 如果不信 如果不信的话 你大可去验证一份 这 黎诺姑娘 黎诺姑娘 叫她去验证公孙良能不能拿出十亿圣经 那不是找死吗 公孙良的价钱已经报出来了 不管她能不能支付 这一粒灵丹都已经是她的了 通天拍卖行就算吃了亏 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 笑话 大长老的性欲也是你能质疑的 解决你这是自寻死路 夹子一号房中 公孙良没有说话 反倒是另外一人叫嚷了起来 杨开神色一动 立刻听出 这人正是此前去过五方商会的八长老江长风 公道自在人心 若是大长老真的能支付那十亿圣经 继某自当无话可说 继君毫不罢休 继君你放肆 江长风怒吓一声 夹子一号房中跌宕起了强烈的圣源波动 大有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架势 大厅内舞者一阵惊慌失措 面露惊恐之色 若这双方真的打起来 那他们可就遭殃了 虚王竞强者的战斗 即便是余波也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八长老何必与他一般见识 公孙良呵呵一笑 既然他有验证 那老夫便让他验证就是 黎诺姑娘 你且带着那粒灵丹过来 是 黎诺温言迈步上前 宽宽朝甲子一号房中走去 不大片刻 他便进了房间中 面含微笑 将手上的玉瓶 放在公孙良眼前 开口道 大长老这是您拍下的灵丹 公孙良微微寒手 连正眼都没瞧一下黎诺 一旁 将长风冷着脸 取出一个戒指交给黎诺 大声道 黎诺姑娘还请好好点点 这是不是十亿之数 黎诺面色凝重地接过戒指 神念王那一扫 面色微微一变 紧接着笑道 数量确认无误 营获良起 大长老乃成信之人 并非胡乱出嫁 就已在你们房间里进行 谁知道是真是假 纪君冷笑连连 将长风讥讽道 纪君 黎诺姑娘亲自验证 难道还能有假 她身为拍卖行之主 总不会做吃亏的生意吧 黎诺姑娘不过是反须三层镜而已 要如何敢反抗二等盈威 好了纪朗 不要再说了 侠子二号房中紫无极淡淡说道 纪君面上怒涩不紧 但却还是很听话的 不再开口 紫无极呵呵一笑 宠一号房那边道 恭喜大长老派的灵丹 公孙良回道 二公子客气了 拍卖之物嘛 有才者居之 不过这一粒灵的对老夫没什么作用 倒是对二公子你不无弊 二公子若是想要的话 老夫可以将他送给你 如何 二号房中 紫无极眉头一皱 很快舒展开来 微笑道 大长老说笑了 如此贵重之物 无极不感受啊 两人三言两语 仿佛拉家长一般 再不见之前的紧张氛围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知道 那甲子二号房里的 竟然是紫星二公子 紫无极 在一响之前 两人争锋相对般的 静降和此前的种种传闻 立刻明白 二公子和大长老不默的事情 并非空雀来风啊 明白这一点之后 不少人顿时露出了忧心重重之色 对大多数舞者来说 紫星到底由谁掌权 不关他们的事 但是他们要关心的 也是别被这两人的交锋 殃及驰鱼了 一粒虚王丹的拍卖 就此落下帷幕 到最后谁也不知道 黎诺到底有没有收到 十亿圣经 这彻底成了一个谜 接下来拍卖的 赫然便是 华尤梦交与通天拍卖行的地契 地契这东西 唯有那些商家才感兴趣 所以夹子房中的强者都没有出手 反倒是椅子房和饼子房中的舞者 竞争激烈 一整条腾龙大道的店铺 若是买下来好好规划运作 足以让一个商会的实力分上一分 这等良机 那诸多商家如何肯错过 所以价格竞争的相当激励 一亿圣经的底价节节攀高 最终以两亿六千万的价格成交 夹子五号房中 华尤梦幸福的都快要晕倒了 虽然此前 黎诺就跟他算过一笔正 但他绝对没想到 这些地契真的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 百万圣经对五方商会来说 就是个巨大无比的数字了 更何谈上亿 而有了这两亿六千万 五方商会发展壮大根本不是梦 而且还能让夏金武邀请他们放心大胆地购买修炼物资 增强自身的实力 有了实力 又可以增进商会的发展 这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而这一切都是身边这个男人带来的 华尤梦正正地望着阳黑 面上一片感激的神色 大人 这些圣经您拿九成 留一成给我们行吗 华尤梦怯且且不安地望着阳开 即便是一成 那也是两千多万 阳开瞧了他一眼 呵呵一笑道 这是人家给你们的地契卖的圣经 为何我要拿九成 啊 话虽如此 可是 若没有大人您 旁人又怎会给我们地契呢 阳开摆了白手 圣经对我无意义 我需要的东西也不是圣经能够买来的 可是 就这样了 阳开微笑地打断了他的话 大人 华尤梦低语一声 竟是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了 感动之色异于眼表 只怕阳开叫他此刻以身相许 他也不会皱下眉头 接下来要拍卖的 是最后一件拍卖品 台上 黎诺高声说道 只是 书切身和通天拍卖行中的几位鉴定师眼镯 至今也没弄明白 这拍卖品到底是什么 啊 没弄明白也敢拿出来拍卖 你们通天拍卖行 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是啊 不要觉得我们这些普通舞者好欺负啊 我们的圣经也不是大风过来的 吵什么啊 这东西既然最后一个出场 肯定价值不凡 说不定比那虚王丹还要珍贵 且看看再说 一群舞者顿时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 黎诺对台下的那些舞者的叫嚷 置若罔闻 侧身示意了一下 当即有婢女将那拍卖品呈了上来 这次倒是没有再故弄玄虚 用红布遮盖 众人定眼一瞧 发现那东西赫然像是一块矿石 约莫有婴儿头颅大小 通体圆润光滑散发着淡青的色泽 从那婢女拖着她的姿态来看 这件拍卖品并不沉重 所以拖起来也不算吃力 饶嚷之声逐渐平息 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 纷纷好奇地打量着 各大包房内也探出无数道神念 在那拍卖品上不断扫视 可没有一个人瞧出端倪 就连阳开也是眉头紧皱 一脸狐疑的神色 要知道以她如今的神识 这世上可是鲜少有什么东西 能让她无法窥探了 可这东西她却看不出来 由此可见 这最后一件拍卖品 即便不是什么价值连城之物 也绝对差不到哪去 这让杨开稍微来了点兴趣 高台上 黎诺倾起竹唇 娇声道 这东西也是我通天拍卖行 无意中得到的 自得到之后 便在研究它的用处 可惜我通天拍卖行 人才凋零 未能研究透彻 只得出 它是一块上好的 练习材料的结论 今日此地高人满座 或许有哪位大人 能够会掩饰出 知道它的用途 也说不定 雀身希望 若是哪位大人拍得此物 还请一定要不吝赐教 也好意解雀身心中疑惑 废话别说了 这东西怎么拍呀 底下当即有人 不耐地叫嚷起来 黎诺微微一笑 最后一件拍卖品 未知的炼器材料 底价三千万 大厅内 众多舞者 在经历短暂的沉默之后 皆都哄堂大笑起来 显然是觉得 黎诺订的底价有些太过离谱 黎诺倒是毫不在意 依然面含微笑地站在高台上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鞠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和各位 电影 直播 感谢观看 新闻 又算得到吗 爱 中国 《中国文库》 印象